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乾隆对于圆明园有着很独特的情感 这可能与他幼年时发生在园内的一件事有关 那么在乾隆幼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乾隆时期 圆明园的建设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性呢 百家讲坛邀请清华大学方晓峰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消失的宫殿》第二部第十八集 三元圣经 经历了康熙 雍正两朝 尤其是雍正一朝 雍正虽然在位时间不长 但是我们讲雍正是一位很有勇气的改革者 雍正是大大改善了国库处营的情况 所以到了乾隆朝的时候 整个国力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然后再加上乾隆这个人个性上 他也比较铺张 比较张扬 就像西洋楼警局的建设 我们民间的俗话讲就是显摆一下 是带着这种心理来进行这个建设的 乾隆也是在圆明园里面 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他在这个登基之前 其实就已经在圆内生活过了 然后登基以后 也都是在这个圆内生活 所以他是对这个圆明园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感情最深的一位皇帝 我们知道乾隆有一个爱好 或者也是一个特色 乾隆喜欢写诗 所以他有他的专门的预制诗选 预制诗集 乾隆的预制诗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材料 它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这个圆明园的很多具体而微的情况 所以我们讲 乾隆是圆明园发展历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圆明园在雍正时期 是奠定了圆明园的格局 就雍正基本上是圆明园 一个部分的格局 是雍正时期奠定 乾隆是奠定了圆明三园的格局 乾隆是增建了一些景点 这个我们从建筑形制上 从景观的景区的设计上 我们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乾隆的风格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去圆明园遗址公园 我们游的也是圆明三园 包括圆明园长春园和长春园南边的奇村园 圆明三园 在圆明三园里面 圆明园部分基本上完成于雍正时期 而长春园部分则是在乾隆朝时期完成的 从它短时间内完成长春园 这件事情上来讲 的确我们可以说长春园应该是圆明三园里面 从结构设计布局上来讲 整体性最好的一个部分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比较彻底地贯彻了 一个圆主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想法 当然它那个时候 乾隆时候 奇村园也形成了 但是不是形成我们最后所看到的那个格局 它是并入了一些小园 就形成了奇村园 所以乾隆朝它是形成了圆明三园的格局 这个非常重要 并且它也完成了圆明园四十锦 这套图 所以乾隆它作为一个首城之君 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只是继承的关系 因为它也是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我们讲 在乾隆和圆明园的这个历史关系里面 其实往往还很想提到的一点 就是乾隆对圆明园也有很多特殊的感情 这个特殊的感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它从小成长的地方 长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看乾隆的这个预知诗也好 一些文献里面就发现 圆明园里面有一个景点 乾隆老爱提起来 这个景点叫什么呢 叫牡丹台 这个景点后来就是属于圆明园四十锦里面的 楼月开云这个景区 叫牡丹台 这个顾名思义就知道 这个地方是赏牡丹的地方 但是乾隆为什么对这个点老念叨呢 就是他老说起这个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典故 就是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 雍正就尹征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继位 尹征在这个地方请康熙皇帝 来牡丹台赏花 并且借这个赏花的时候呢 把这个红利 是乾隆 小时候的乾隆 介绍给了他爷爷 并且呢 康熙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对这个小孙子的喜爱 这个不得了 我们平常人看这个故事 看得觉得很可笑 是吧 一个父亲把他的儿子带去见他的爷爷 这个事情 多么平常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 很正常 但是在宫廷生活里 那这是了不得的一个事情 我们讲康熙晚年 实际非常重要的就是夺敌之争 这个夺敌之争是 康熙只要没死 这个夺敌之争就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在那个语境里面 这个祖孙相见 爷爷表现出对孙子的喜爱 他实际上是别有一番意味的 所以民间 有人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往往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雍正啊 是因子得位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 康熙未必是真心想把皇位传给雍正 就是他理想中的接班人不见的是他 但是呢 说康熙很喜欢乾隆 很看好乾隆 所以才把皇位传给了雍正 雍正等于是个 某种程度上讲是个过客 是个 就是过渡性的人物 实际最终是要把这个交给乾隆 所以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我觉得 有时候很难判定 但是呢 对于乾隆来讲呢 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始终把这个 这么一个小的经历 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这个呢 我觉得他也是某种程度上 想显示 他这个当皇帝的一种合法性 所以呢 就是牡丹台这个景点 成为乾隆啊 反复提起的一个景点 雍正与乾隆 在圆明园的建设上 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也体现了他们二人 个性上的差异 在圆明园的修建上 乾隆具有开创性的一点 便是在圆明园的东面 扩建了长春园 长春园被建造的 美轮美奂 又十分精妙 它与圆明园的关系 十分密切 两园有很多相似性 但在设计上又不尽相同 那么长春园的建设 有着怎样的巧思呢 乾隆又为什么要建设长春园呢 乾隆对于圆明园的 整个增建 扩建 包括长春园的建设 齐春园的建设 这个里面 他既有对雍正的 造元思想的继承 也有他自己 比较独特的地方 雍正性格里面 他有他自己比较 就是大刀阔斧的一面 雍正比较追求宏大的格局 雍正可能显得更大气一点 乾隆呢 他是比较华丽 就是有点铺张 比较表面 就雍正从文化上讲 从修养上讲 应该讲比乾隆 应该要更有一种君王的气度 所以我们看 这个雍正做圆明园的时候 九州景区 九州清宴 这一圈景区 所有的这个景点 围绕着后湖展开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既分又合的格局 而同时呢 九州呢 整个这个区域呢 又类似于用一种九宫格的方式 来分布天下九州 所以这个景区啊 虽然看着是一些 好像花花草草 赏花影师的这么一个命名的方式 但是从这个布局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那种胸怀天下的这种志向在里面 这个格局其实很大 是一个天下的格局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雍正的一个体现 第二个呢 我们看它气波比较大的呢 就是浮海景区的开灶 整个浮海实际上是个人工湖 浮海的平面形状 接近于一个正方形 浮海的面积还是很惊人 并且就是这么完整的一块水面 中间有个蓬岛摇台 三座小岛带点建筑 然后干干净净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这个在赵源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这个一方面我们讲 就是反映雍正的这个性格 但一方面呢 这个浮海的这种设计 在这个今天的语境里面来看 也很有意思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避难避险的场所 那么我们再来看 乾隆设计 这个长春园的时候 特点是什么 路子是什么 乾隆的长春园设计 大家如果有心的话 可以比一下 你把九州景区的这个图 跟它这个长春园中间 核心景区的部分 这个图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九州景区的特点呢 是九块陆地 围了一块水 所以是湖在中间 地在周圈 它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这个长春园的核心景区呢 恰恰正好是反过来 是若干凯水面 包围了核心区中间 韩金堂存化宣 运增在这一条 这个区域 这个实际呢 它又是继承了 圆明园造园里面的一些部分 但是又有自己的创新 圆明园 建这个浮海的时候 挖浮海的时候 浮海的水面相对较高 就是如果浮海的水 自然地流入这个长春园的话呢 就是会造成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长春园存不住水 这个水会迅速地流出长春园 如果要把水流在长春园 就是长春园就需要挖出一个 跟浮海面积相当的一个湖的面积来 但是呢 它又要采用 跟浮海的水体的形状策略 不一样的一个布局方式 所以它是以水体为主 但是呢 把水体切割 最后形成一个中心岛 周围几块水面 围绕中心岛的这么一个格局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既是有智慧 也是很有审美上的一种 情趣的一个园林布局的设计 还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这个呢 是也是反映就是 乾隆对一些建设问题的把握 还是有他的一个特点 和他的修养在那个地方的 乾隆很有意思 就是在他年纪 还没有特别老的时候 也就是可能50岁左右吧 50多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他人可能不太会想 但是呢 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开始考虑了 就是如果我活到80多岁 我的统治时间要超过我的爷爷 康熙 那怎么办 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语境就是什么呢 他非常崇拜康熙 非常尊敬康熙 他认为我在怎么长寿 我在位时间也不能超过我的爷爷 所以那他开始琢磨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那我要超过了这个时间怎么办 所以他的自己想的一个对策呢 就是执政60年的时候 登基60年的时候 我宣布退位 宣布把权力交给新皇帝 那我怎么办呢 我去当太上皇 那他怎么做准备呢 我们知道 在紫禁城里面 有一个区域 叫宁寿宫 这个宁寿宫就是 乾隆表示 我当太上皇之后 就住到那儿去了 我不住在养兴灾了 同样的道理 在圆明园 因为这是公寓院 是吧 圆明园怎么办 圆明园他一想 那我也不能住在九州清宴了 所以呢 长春园实际上 是为他当太上皇时候准备的 他准备住的地方 就是长春园的这个 韩金堂 纯化轩 云正寨这一带 这个是他准备太上皇以后 鱼养天年的地方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建筑 似乎都没办法用华丽来形容 相比紫禁城的雍容华贵 金碧辉煌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 则显得低调的多 建筑多用灰瓦做顶 分布松散 显得朴素淡薄 自由开阔 而到了乾隆时期 个性张扬的乾隆 则在建筑中加入了很多华丽的元素 在这一时期 整个圆明三元出现了一处极尽华美的景点 无论是色彩还是建筑形质 在众多景区中都十分突出 那么这是哪一处景点 它的华美是如何体现的呢 比较能够反映 乾隆自己个人审美上的特点 景点呢 应该首推方胡圣经 如果我们看圆明园 是是景图的话 大家可能很容易地就得出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方胡圣经 是圆明园 整个园子里面 甚至我们在扩大范围 是圆明三元里面 最为华丽的一组建筑 传说呢 蓬莱仙境呢 是有海上三神山 就是海上有三座岛 岛上就住着仙人 所以这么一个概念 就一直延续下来 一词三山呢 就作为皇家园林的一个固有的模式 在皇家园林里面 那么我们讲 对这种神仙境界的表现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实际上方胡圣经 本身处在一个 就是空间不是非常开阔的领域里面 它南边是水 那个水面也不是特别大 它呢 没有在规模上去过大的扩张 而是呢 把三座神山 海上三山这个概念 把它建筑化 所以它表现出来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水池里面呢 有三座小岛 三座小岛上面呢 是三个小亭子 它用这个就把海上三神山 这个概念 象征了一下 指代了一下 而它背后呢 我们看三座非常华丽的 是用了琉璃瓦的楼阁建筑 这个建筑呢 尺度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它整体形成的一个建筑形象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它非常的繁复 繁盛 华丽 色彩对比也比较强 所以这个呢 是整个圆明园里面 视觉张力最大的一个景点 那这个方胡圣经里面 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吗 你看上去房子不少 但是我们讲 其实呢 这个房子 美东建筑的 本身的建筑体量 并不是很大 房子呢 也没有太具体的内容 里面更多的 也是摆放一些佛像 所以整体上 方胡圣经这样的一个景点 更多的是表露出一种 对于神仙境界的追谋 对于皇家气派的一种显现 某种程度上讲 也可以讲 也是乾隆皇帝 进行显摆的一个手段 一个方面 乾隆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完成了这个 四库全书的编撰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大的文化事件 所以在圆明园里 也有相应的建设 就是圆明园里面 有专门的一个景区 是长书楼景区 叫文元阁 整个为了存放这个四库全书 乾隆在全国选了七个点 仿造宁波的著名的一个 斯嘉长书楼 天一阁 这个七个点呢 也很有意思 北方四阁 就是在北方 有四个点 在沈阳故宫里面 叫文朔阁 在避暑山庄里面 叫文金阁 在圆明园里面 叫文元阁 在故宫里面 叫文渊阁 建筑形制 基本上 类似 另外呢 在南方 也选了三个地方 乾隆 时候呢 有一个 习惯性的做法 也是既跟他性格有关 那我们讲 也跟他财力有关 乾隆喜欢 把他比较喜欢的 建筑样式 建筑形式 在他常去的几个地方 复制 这个格 就是复制的 还有一个呢 也很有意思 就是在长春园里面 在西洋楼景区往南 这个一带里面呢 有一座小庙的样子的建筑 叫这个法相寺 这个法相寺边上有个塔院 这个塔院里面 有一个非常华丽而漂亮的 多宝琉璃塔 就是整个塔 完全是用琉璃剑 拼箱而成 包括这个建筑的 这个瓦 斗拱 全部是用琉璃 构建 烧制完成 非常漂亮 华丽 当然 非常遗憾就是 圆明园的这个多宝琉璃塔 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但是 就是乾隆爱复制 也有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相类似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呢 来想象一下 就是圆明园里面的多宝琉璃塔是什么样 在颐和园也有一座多宝琉璃塔 乾隆呢 在造元方面 就是跟他的父亲 雍正相比 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乾隆呢 比较喜欢做一些集成的事情 就是比较喜欢做一些 把很多东西凑在一起的事情 所以在乾隆时期 我们知道就是坐石零流景区非常重要 功能上的我们讲 它是一个娱乐中心 这个坐石零流景区我们来看 北面也是一个大景区 叫舍卫城 舍卫城往南 有一条商业街 这条商业街呢 叫买卖街 买卖街呢 实际上是宫廷里面 一个呢 是带有娱乐性的场所 一个呢 是教育皇子皇孙的地方 那么在买卖街边上 就是同乐园 同乐园里面呢 有大戏台 除了大戏台之外呢 同乐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吃饭的地方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文献里面提到的是 敬同乐园 或者至同乐园 敬早善 就是实际上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清代统治的一个说法 他们说的早善 实际是午饭 实际是到那吃午饭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讲 这宫廷里面的这个戏剧表演啊 也很悲哀 实际上 他们就相当于一个背景音乐一样 就是地王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能听到一些热闹的表演 坐石灵流 很有诗意的这么一个景区名字下面 我们一看 这些内容都不太有诗意 这个守卫城 这个买卖街 这个同乐园 都不太有诗意 但是呢 转过去 在这个买卖街背后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建筑叫什么 叫蓝亭 蓝亭我们知道 实际上 就是王羲之 写这个蓝亭集序 现在我们去绍兴 我们还能看到蓝亭景区 这个地方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 就是驱水流伤 蓝亭雅集 休戏事业 就是在这个地方搞的活动 其实真正跟坐石灵流 点提有关的景区设计 实际上是蓝亭 而不是其他的这些内容 但是这座蓝亭的设计非常好 它并不是做成一个四方形的 一般的我们常见的亭子的样子 这个蓝亭实际是个三开间的房子 并且中间八颗柱子 叫蓝亭八柱 这个蓝亭八柱什么意思 就是八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 所磨写的蓝亭集序 把它刻在十柱上面 所以这个蓝亭是一个价值很高的亭子 也是很风雅的一个东西 并且也营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环境 山面围山 然后驱水流伤 整个驱水流伤的流水的关系 是在这个亭子下面过去 就是亭子等于是架在 整个驱水流伤的小溪流上面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就是这个画面 是非常的优美而雅致的 另外我们讲 乾隆也更重视 鲁家礼教的这一块的内容 所以他反复强调 在这个园林建设里面 也强调孝道 所以在这个园明园里面 西北部分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景区建设 就是洪池永库又叫安幼宫 这个实际是相当于皇帝的家庙 在乾隆时期的建设 每天每天干些什么事去了哪里 都有人记下来 《起居住》里面 它还分一些红的内容 有一个内容叫穿戴档 就是你穿什么 配件戴了什么挂了什么 都有人很认真地记下来 所以这个是留了一份很完整的档 所以这个也有人笑话 我们现在的电视剧拍摄 这个皇帝走到哪里 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这个实际上完全不符合 真实的历史场景 也不符合宫廷生活的一个 真实的需要 就是金黄的这种龙袍 其实皇帝平时不常穿 那个也只是 他在举行仪式的时候 非常隆重的典礼的时候才穿 皇帝在生活中 也愿意穿一些 更轻松随便的衣服 所以穿戴档就记录了 很多皇帝的道的地点 或者穿戴的信息 所以我们从穿戴档里面 就可以了解到皇帝的很多 在具体的微观的时间段里面的 一些行踪的信息 所以通过穿戴档呢 我们也发现皇帝 在这个圆明园里面 他到底怎么游玩 他到底去哪些地方 并且到了每个景点 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通过对穿戴档的研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 乾隆 在这个圆明园里面 他有一条非常经典的线路 或者是说他经常会走的 这么一条线路 这条线路呢 它是从九州清宴出发 然后呢 再到这个岳地营居 红纸永库 就这些有宗教属性的 或者家庙这些地方呢 去上乡拜佛 然后呢 再到这个日天淋雨啊 等等地方 然后到同乐园敬早善 在同乐园中间休息一下 然后从同乐园这边呢 有时候走水路 有时候走陆路 再到长春园里面 若干个景点 逛一圈再出来 所以通过这条流线呢 我们也发现 圆明园的整体布局上面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 在交通流线上面 是水路并举 就是地面交通 跟水路的交通 这两个都很看重 所以圆明园呢 也形成了一个水系纵横 坐船游览 比较方便的一个特点 这个就很像江南地区的特征了 并且呢 我们讲这个啊 即使在江南地区的 斯嘉园林里面 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可能也跟这个乾隆 下过很多次江南 可能有关系 我觉得他可能也很满足于 或者很陶醉于这种 在船上游览的 这么一种体验感 虽然在史料的记载中 乾隆到圆明园 西洋楼景区的次数并不多 但西洋楼景区 却是圆明园内 最独特的景区之一 无论从建筑形制 还是功能上 它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西洋楼景区中的万花镇 是一处代表性的建筑 它形如迷宫 从高处俯瞰 可以看到用砖石砌成的围墙 千回百转 十分震撼 那么它在宫廷生活中 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作用呢 请继续收看 萧氏的宫殿第二部 第十八集 三元圣景 我们知道西洋楼景区的整个用地 是在一个非常狭长的地段里面 并且呢 西洋楼景区就是 我们今天的人去游览这个公园 跟当时皇帝游览这个区域的顺序 正好相反 因为我们今天大多数游客 如果是到西洋楼景区的话呢 是从圆明园东侧的这个门 东门进去 是从东往西走 正经的 如果在这个当时的语境里面呢 宫廷成员 帝王由这个西洋楼景区呢 实际上是从西往东走 所以我们从东往西走 从西往东走的 这个顺序不同啊 有时候对这个景物的理解上 就会带来一点偏差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西方园林是特别讲轴线的 但是在一个狭长地段里面 这根轴线如果是按东西向来做的话呢 既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也会带来非常单调的一种游览体验 西洋楼景区呢是由若干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组成的 尤其是西边起头的 我们一看一个是万花镇 一个是这个邪奇区 养雀龙等等这些内容 而这个万花镇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里面呢 实际上也复原了一部分 并不完整 但是复原了一部分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迷宫 一个西洋式的迷宫 但是万花镇呢 在当时的宫廷生活里面 其实是有它一个特殊的作用 所以宫廷生活里面 我们讲这个离宫御院里面 也一定会流出这样的空间 流出这样的景区 是专门让这个帝王带着女眷们 可以比较尽兴地游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从这个体材上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万花镇也比较适合 女眷在这个里面穿梭 当然整个这个景区的设计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它边上原来的确是种了很多花 就是有植物的 然后这个墙呢也不是那么高 它那个墙大概是半人高的高度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当这个女眷们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 在这个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寻找出路的时候 的确也好像是花蝴蝶穿行在这个空间里一样 所以这个景区的设计 应该讲是别有一番意味 并且它其实是很好地迎合了 或者说满足了一种宫廷生活的一种需求 乾隆是一个让圆明园 或者让圆明三园定型的一个关键人物 在这个定型的过程中 它也为圆明园深深地打上了它自己的烙印 乾隆呢一方面我们家是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 也有它报复的一个帝王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园林里边 也了解到乾隆的一些性格上的特点 他对华丽 对铺张的一种爱好追求 他在艺术上的一种相对的保守 守成的这么一种特点 他缺乏一种更锐利的开放的这么一种特性 但是总体上我们仍然可以讲 乾隆实际为圆明园的建设 贡献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个智慧 就是奠定了圆明园盛期的一个主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